这件因为一节烟头而引起的火警是发生在今天上午7点30分左右 高雄市民州一路靠近南苏丙金桥的输油管发生了漏油的现象 某河板工厂的工人许权贵正好路过不小心丢掉了一节烟头而引起了这场火警 临近的高雄市的消防车一共出动了50多辆去铺救 9点40分火势才被控制 早中午才全部的熄灭 这场火警因为处理得大 没有发生更大的不幸 舍弦的火手正由警方甄讯中